很難 犧牲自己很難 自己沒飯吃 那你願意這樣做 那就搞 所以 各位剛剛看到安妮 她11歲出家 現在26歲 你女兒26歲現在在幹嘛 談戀愛 每天找她朋友 找錢 但是同樣人 為什麼可以過得有意義呢 他們從小出家 然後讀佛學院要讀到最高 閉關 還要念詩 那現在還要學會 你剛剛中文講得好不好 比你講得好 我故意的 我故意不下來 她就會講 我下來她就不會講 但是問題是 你要學中文很困難 對不對 怎麼寫怎麼看 這個就是菩薩 菩薩就是 你學好 他們不單話也會講 藏文也會講 還要背咒語 學中文 因為他們的生命 就是要來奉獻 如果你的女兒今天 在那邊為大家修使神法 很多人就不用得癌症 多高興 所以各位 趕快讓你女兒出家好不好 問題她還不要了 你要 出家要有累世的福報 不是你想要她出家 她就出家 沒有累世的功德 她覺得出家很苦 有累世的功德 出家好快樂 她能夠願意出家 這是累世的福報 所以出家還找得到重點 怎麼修 那還很難 好 那現在各位大家 來供養 你不是供養她 因為他們有個佛學院 160多個人 她是畢業了 閉關了 出來 她的師父派她出來 學中文 將來還可以翻譯佛法 她是代表一個團體 然後呢 他們現在很多 畢業了 要閉關 沒有房子 他們160多個人 慢慢起來的 那沒有房子 給他們閉關 那如果各位 你比較有福報 你就幫他們 蓋一個閉關房 他們可以閉關 一段時間 三個月 甚至三年三個月 聽說一個閉關房 住了兩個阿妮 在那邊閉關 很認真哦 那現在他們 畢業了 叫閉關 沒有房子 那如果你願意 幫他出 聽說一個閉關房 是5000塊美金 蓋好 那可以住兩個人 然後以後 就輪流很多人 閉關 那如果你要 然後捐也可以 他就會寫你名字 在上面 那你也可以隨喜 反正他們佛學院嘛 然後隨喜這個供養出家人 特別比丘尼 那明年 你要帶很多人 我也會去 去他們的佛學院 還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貝馬林巴 蓮花生大士 如果你願意去 這也是去佛國 人家說這個世界上 最幸福的叫 不丹 因為到處都在拜佛 蓮花生大士 你也可以參加 最好 不過參加我都勸人家 錢帶多一點 每天一直跟我借錢 很多人出去都跟我借錢 哎呀布施好 哇那個好 因為都是功德啊 那個要貼佛像 那要供養僧人 到後來都跟我借 因為我已經吃過了 哇帶很多 還是不夠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布施 那因為供養三寶 你看到這麼多人的修行 這麼多比丘尼 這麼多比丘尼 你就會很想供養 因為他們很認真 特別我們是佛教徒 而且他們有些寺廟要重蓋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都會想要幫忙 好 我們先來迴向 好來 共生功德殊盛行 私生法功德殊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素網無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薩波羅蜜 南無沙多南 三秒三佛陀 居之南 大字塔 恩 哲理諸理 尊提薩波河 所謂布施者 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失 厚必得安樂 供養一切 供養一切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所作接伴 聚足佛法 現世者 家中父母 消災延寿 福寿百年 快樂自在 迴向所有往生者 欺世父母 历來祖先 冤親在族 永離山土 升天升净土 大雅塔 班禎祂 阿瓦阿波達 阿瓦阿波達 阿瓦阿瓦阿瓦阿 阿瓦阿瓦阿 好 阿彌陀佛 謝謝 阿彌的出家 各位 今天受包管在這 至少發一個願 願 將來做人 一定出家 好不好 然後就開始很努力 幫助眾生 出家也要精進 不精進也不好 精進來修自己的菩提心 如果你的心圓滿了 你沒有寺廟走到哪裡也圓滿 對不對 如果你的心不圓滿 寺廟蓋著太大 也沒有這個飯店大 意義也不大 我想就像我們今天在這邊 這是飯店 這不是寺廟 但是我們的心態可以改變 真正的寺廟是你的心 所以人家問你 請問你的道場在哪裡 慈悲心是我的寺廟 慈悲心是我的道場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有形的是幫助無形的 但是不能卡在有形裡面 不能為了 為了蓋道場 為了一些 然後呢 就傷害到慈悲心 那就不好了 所以釋迦牟尼佛 他的生命才是道場 他的生命變成經典 那是最好的道場 因為你要按照經典 去修行佛法 所以 那這經典講的是什麼 有因果啊 輪迴啊 的真相 進一步講出離心 講空性 講眾生是母親的大悲心 講的是每一個佛 成佛以後菩提心 所得到的各種的 幫助眾生的力量 方法 那就要講這個 那我想這一節 我們目的就要把這些法 釋迦牟尼佛的法 每一個佛菩薩的法 用你的深口意 然後去修行表現出來 那就是對佛菩薩最好的供養 所以他們從小出家 就是在訓練 訓練 功課很多 修行很苦 他們那邊 就是故意要這樣 那這樣大家才會認真呢 認真到他們 心態很專注 很認真 不會生氣 因為佛法最重要 你用慈悲 智慧 被殺死你的業障 也不能怪別人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殺別人 要殺你 這是業 但是你碰到這個業障 自殺來了 你還在慈悲與智慧 歐馬尼佩命 你在阿彌陀佛 那時候你還超度了 而且 你還謝謝他 你讓我去極樂世界 還快一點去 因為你讓我修忍辱 修慈悲 就像釋迦牟尼佛 你看 釋迦牟尼佛 魔王 帶了幾千百萬人 要殺死佛陀 佛陀變慈悲心 佛陀那個時候 修慈悲波羅蜜 我過去是怎麼慈悲 他就想這個 結果 所有的魔 攻擊的武器 都變連化 這樣子 魔就攻擊不到佛陀 所以各位 因為這個轉化很重要 轉化 所以沒有人可以欺負你 唯有你自己欺負你自己 所以就像剛剛講 今天對方騙你錢 你不甘願 那你又真的被騙了 那時候你要想 哦 慚愧 剛剛講了 我過去騙過他錢 而且錢是假的 沒有人騙我的錢 因為沒有這個錢的東西 那這個人做小偷 做強盗 好可憐 你又變成悲心 所以你這個錢 還可以度對方 他真的拿到你錢 他是拿到甘露啊 拿到功德啊 他心態就改變 就像碰到你 碰到你身體 他心體變了 有一位 唯磨結居士 他是從不動佛淨土來的 他發怨 所有 因為他長得很帥 他說所有的人碰到我 乃至他又觀想自己變一個漂亮的女人 所有男人摸到我就解脫 親到我也解脫 抱到我也解脫 因為他那個時候變成不動佛了 所以那佛教就教我們這個 你要利用各種因緣轉化 但是這裡面不能有恨 不能有抱怨 不能有我被欺負 永遠要記住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佛教很重要的 你如果懂了這個 那你就每天都在修行 生老病死都在修行 那各位你要會轉 就像你聽到你心臟 蹦蹦蹦蹦蹦蹦 怎麼越跳我會快 這跳到快沒聲音了 沒聲音 越來越慢 要去極樂世界了 那你要轉化 你不能說完蛋完蛋 沒穿過了 沒死了 所以跳快 那就練得快 跳慢 念得終於沒聲音就超度了 因為身體就是極樂世界了 那你不能被你身體的生根死 卡住了 因為你執著身體的生根死 就沒辦法了 然後你兒子來看你了 看到我都看到阿弥陀佛 那個時候你還真的變阿弥陀佛 很莊嚴 你兒子 我媽媽臉好紅 身體好軟 還有香味 那他會很高興 因為我媽媽去極樂世界了 因為你心裡在極樂世界 知道嗎 那如果你那個時候 阿 嚇 嚇 阿 你還脫脆雞了 也就那麼多亂不亂死了 因為你很怕 你就阿 那你就完蛋了 死亡是必然的 把他把死亡也變成快樂 幫助別人 就像剛剛施生法 你要經常練習 今天晚上回去你就提早睡覺 啊 怎麼有人真的來吃你身體 老公來了 那你繼續給他關就好了 真的小偷來了 要把你殺掉搶你的錢 那你八關再見 你就馬上升天 但是你要關 身體是假的 但是你心才是真的 這個叫關自在的關 各位一定要學哦 念阿彌陀佛 你變阿彌陀佛 有阿彌陀佛的悲心 念阿彌陀佛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極樂世界 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叫一心念佛 那你不要被影響了 他對我好 他對我不好 因為你以念阿彌陀佛的心態 就把每個事情做好 這樣就好了 至於事情變得不好 那隨緣 因為你盡力了嘛 但是你的念頭 還是很緊 抓得很緊 所以我這樣講 聽起來很簡單 事實上這個才叫難 對嗎 這個才叫高 但是你要不要做而已 但是所以你要一直練習 練習得很習慣 就像你上車 哇 這下要五馬分尸了 哇 司機開那麼快 正好解脫 那時候修施生法了 愿所有車禍都發生在我身上 其他人都不要車禍 那你就開始坐在車上 用想的 結果 反而 不但不會發生車禍 本來這條路有三次的車禍 通通沒有了 因為你都把它轉化了 你都把那些製造車禍的災難 都給轉化了 因為你已經承受了嘛 施生法就說 車禍給我 健康給你 這樣啊 痛苦給我 快樂給你 那你要一直練習這個 那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 各位就了解 你不會修沒關係 你不會念佛沒關係 你不會念阿彌陀經沒關係 你有那個心最重要 你有那個心去想 我覺得每一件事情這麼複雜 那這麼複雜要照顧公公婆婆 要照顧老公老婆 要照顧兒子 要照顧工人 很多事情可以忙 但是這些都變成佛法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每天就 一天就修了好多好多的佛法 那你變成有法 因為這個佛法已經變成你的生命了 你透過吃飯啊 都可以 你眼睛在看東西 你不要想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變阿彌陀佛的眼睛 變觀世音菩薩的眼睛 讓被你看到了 都得到阿彌陀佛的加持 被你看到了 眼睛都恢復健康 將來他也看到真理 看到極樂世界 那你的眼睛在看 要這樣 你的耳朵在聽 那不管他們講什麼話都在說法 都在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 因為他們出聲音都在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 所以他們功德好大 他們都在念經 他們將來都可以去極樂世界 每一個人的心 你不要去想他好心壞心 你會被他影響 喔 這個人心很不好 你也心情不好 那你就亂掉了 只要他活著 他有想法 他的心就在想淨土 想菩提心 你要這樣想 所以他的心態 就一直在 只要他有在動 他活著 他隨時都在想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 就像我們剛剛 我在轉這個 只要有活著 他的心都在轉經輪 他的心都在念大悲咒 那你要轉化他的心 但是你又不要被他影響 他雖然想的是壞心 想要罵你 搶你的錢 設計你 那你不要被他影響 因為那那個是假的 不管他想什麼 那個都是一種幻化的 好心壞心都是假的 但是你要主動把他的心 變成 變成心經 這個意思了 變成阿彌陀佛 他罵你 你就想 他罵得很好 阿彌陀佛 他把極樂世界給你看 那就是 世界由心轉 你自己守好這個心 世界就跟著你轉 但是你不要被世界轉走 那世界有這麼多事情 所以你要用很多很多的心 看到可憐的人唸財神 看到不健康的人唸藥是佛 看到心情不好的唸觀音菩薩 對不對 你看到什麼你就要轉 但是不要被他轉走 什麼叫轉走 小朋友在看卡通影片就是被他轉走了 一下哭一下笑 一下打仗 一下失敗 一直在那邊哭哭叫叫鬼叫 你去看愛情片你又被轉走了 你幹嘛看愛情片 這麼老了還看愛情片 你要看阿彌陀佛的片 你看愛情片幹嘛 無聊啊 所以那就算他們在看 像我媽媽在看連續劇 我也在旁邊看 但我都一直轉 那個變阿彌陀佛 那個變觀音菩薩 讓我媽看到都變那個這樣 因為我要轉他的心 所以那你要利用這個境界 但是你這個心態它就會變哦 就像那個水 普通的水 但是你用慈悲心 它就會變成甘露水 是不是 相不相信 相信啊 你點一個香 它不過是一些香料 但是我們用一個菩提心 那那個就變成一種上供下私的 菸供香 平常的一場燈 就變成菩提燈 所以各位你要這樣想 你現在這個燈打開了 嗡啊哄 他馬上每一盞都變成菩提燈 那如果你就想多一點 奇怪就不想做了 下去極樂世界 就是你有這個心就好 你不會念沒關係 那會念的人是更要專心 那不會念的人 那你正好觀想 就像各位剛剛 阿妮說 不是他替你們修 是他帶各位修 那你又沒有在修 因為你的心在修 你有按照他講的觀想 嗡啊哄 清靜 善供下私 你要這樣觀想 觀想到一半 然後又睡著了 又躲起來再觀想 所以以前我們都躺著修 我現在躺著修 哭哭哭都睡一半 躺了就睡著了 那還會感冒 那你坐著 那就好一點 但是無論如何 沒關係 睡著醒來 醒來繼續觀 總有一次從頭到尾都沒睡著 那你一直練習 那你這個練習久了 哪一天你生病了 正好修私生法 死亡了正好修 所以對你來講 你已經習慣了 所以修行是一種心態 所以達摩祖師他不喜歡講太多 他是用心態引導心態 那一個好心的人 別人看到你就會起好心 所以你要這樣繼續修行 一個慈悲心的人 那你在走路人家都覺得你很慈悲 因為你慈悲心嘛 你自然有慈悲的力量 慈悲的外貌 一個從極樂世界再來的人 像我師父有一次帶我看 他說海道法師 你有沒有看過天上的神 我說我沒看過 我師父就帶我看一個女孩子 她就是天上的人 我一看 我說師父她真不是人 她那個皮膚像牛奶 而且那個美 一點性感的美 她就是很莊嚴 我師父說 那個叫天人 搞不好她真的天神 來坐在那邊參加法會 我師父叫我看 但是看到她 你自己就覺得很舒服 天人嘛 沒有慾望 可能她是犯天的人 她外表那麼好看 她看起來沒有慾望 一個女人讓你看起來沒有慾望 所以她會改變我們的心 如果對方很喜歡談戀愛 看起來我們會 蹦蹦蹦蹦會起慾望 那是她錯啊 那我也錯啊 所以各位 我師父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可以影響別人 你要是很清靜 然後有悲心 對方心就會被你感動 因為我去監獄 我師父要我練習 監獄的人就是不相信你 他們做了很多壞事 那你要去度他們 你講什麼 口才都沒有他們好 聰明也沒有他們聰明 但是我就要修前行 念觀音菩薩 念地藏王菩薩 我進去 他們看到我 不是我 是地藏王菩薩 因為我知道他們有 被打死刑的 都要拜地藏王菩薩 怕死嘛 所以我就要變成 地藏王菩薩 他們心情不好 我變成觀音菩薩 然後他們看到我 不管你講什麼 你給他的感覺就是 想要聽你講話 因為你有慈悲心 你就有慈悲的力量 各位這個很重要 今天你要去改變對方 你先要控制自己 你不能說 好 你跟我的記了 回來了給你悲 那你還沒有跟他講話 就已經對方就知道 你在生氣了 恨了 那他火上加火 沒有用 他好可憐 我要原諒他 幫助他 等他做壞事回來 我變觀音菩薩 好好的跟他講 好好的讀 那你有慈悲心 那為了怕自己做不到 所以你趕快念 等一下他回來了 我就能夠轉化他 你不要先生氣 你要改變 那等他回來的時候 他想說 你一定會罵他 因為他那麼晚回來 怎麼樣怎麼樣 那一回來 奇怪 他怎麼變成 很溫柔很清 他不會形容 什麼叫慈悲 他只是覺得不一樣 然後他就會 你還沒講話 他就跟你講話了 對不起啊 下回我一定不這麼做了 因為你轉化他了 他就做一個決定 我以後不要讓他痛苦 因為他這麼慈悲 就是這樣 就像我們一個做再壞的人 在佛前 他自己都會跪下來 佛不用罵他 知道吧 觀音菩薩不會罵你的 觀音菩薩是用慈悲感動你的 用智慧感動你的 你自己跪下來 自己拜 自己做錯事 自己哭 對不對 觀音菩薩的加持 各位要用佛法 不要再用你的想法 好不好啊 這才叫歸三寶 歸三寶 你 我一直講的就是佛法 自己有業障 不要怪對方 要修空性 不要怪對方 要修慈悲 而且要對對方的生命 負起責任 負起心 然後你要用佛法去處理你的家庭 事業 生老病死 佛教 這個叫覺悟者 你已經覺了 了解了 悟 你已經到了 到彼岸了 解脫了 那我們現在先修覺 我要自覺 我自己願意改變 現在我就可以覺他 他就會跟著我改變 希望他跟我兩個都成佛 要覺醒圓滿 奧滿的別名 哄就是兩個都圓滿了 那對方越不好 你越要好 所以我師父常叫我去監獄 然後去殯儀館 去癌症的 那我就 那時候我會很認真 為什麼 因為對方很痛苦 很痛苦 很痛苦 以前我去監獄 那個死刑犯 我去 我來說 你旁邊帶兩個 萬一他把我抓起來 抓起來 然後架子 我說要逃獄怎麼辦 會不會怕 但是後來 自己知道錯了 我師父說 你不要怕 你用慈悲心 你就可以感化他 你要是防著他 還帶著槍 怕你把我勒索 那等一下他就比你還厲害 你用魔的心 他就變魔 你用佛的心 他變佛 原來他變佛 變魔 決定在誰 你自己 所以身到病死 可以很快樂 也必須 好像會很痛苦 決定在你 你的心 怎麼想 可以的 那我想 我們辭戒了 像各位今天 守八萬在戒 保持六念法 就是禪定 心不要亂 那我現在講的 就是智慧的關照 那你要保持 這個空性 悲心 叫智慧 智慧的狀態 但是你守八萬在戒 你就很容易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你守戒 你不能犯戒 聽說犯戒會下地獄 所以你不敢犯戒 那因為這樣 你就比較容易 入定 為什麼 沒有人困擾 因為你辭戒了 晚上沒有吃飯 所以你家裡老公 老婆在吃飯聊天 你就會關在佛堂房間 因為我過午不時 那你就比較容易定 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暫時脫離 他們的生活一天 你比較容易定 因為心不會亂 那這個定以後 你就比較容易去 思維 觀修 智慧 那你想清楚了 那你就會解脱 就像我現在跟各位講 各位願意把這些話 再拿去思維 其中你記得起來 你就會轉化你的心 沒有人欺負你 不要再恨 不要再抱怨 一切都自己造成了 有道理 但是這些快樂跟痛苦 是假的 你在想也有道理 最重要的是什麼 等一下 生死問題 你自己生死問題 都沒解決 你一直管那些 愛啊不愛啊 有錢沒錢 那不是太浪費了嗎 所以各位 你現在還在追求愛情 追求金錢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智慧 因為那些東西是苦的 那各位層次要高一點 八萬災界講的是解脫生死 對不對 不能有男女的遺忘 晚上不能吃 不能享受 他就要讓你斷除這些 進一步呢 解脫 還可以去極樂世界 那你要關心的是這個 代表你修行層次 進入了進入了好一點的層次 最圓滿的層次就是 讓所有眾生都成佛 那你要讓所有眾生成佛 那很快 你就當下安住在佛性 菩提心 空性大背心 菩提心 這樣念佛 念歐馬里悲悲悲悟 那就是佛的世界 這叫當下成佛 那你要不要隨便 那如果你一直念習 一直念習 一直念習 但是念習有很多種 像出家 出家可以去閉關念習 那在家 在家在世間念習 但是佛陀說 在世間念習 比在極樂世界 功德多了百千萬倍 也就是說 在五卓二世 你能夠保持清靜心念佛 持戒 超過在極樂世界 百萬年的功德 所以如果你懂這個道理 那對你來講 出家在家都沒有分別了 所以 但是如果你能力不夠 那你就先去閉吧 那你要看你自己 怎麼修 如果你能夠在很吵鬧的地方 保持空性菩提心 那是最高階段的 所以 那自己 看自己怎麼樣 但是重點是 你能夠指揮你的心態 抓住佛法 保持正念 那就對了 因為佛法抓完還要放下 才叫圓滿的空性 你不能抓住這個 念佛才對 其他不對 那你又被卡住了 知道吧 念佛是幫助你空性慈悲的 念 要是佛也是幫助你空性慈悲的 念咒也是 打坐也是 通通是 而不是哪一個高 哪一個低 不要這樣想 你也不要想說 密宗比較高 險教比較低 這個叫分別 這不對 難傳高 難傳低 沒有 因為你身在泰國 你就學這個 但是你用大悲心去修 那是最高的法 你用個人解脫去修 那是比較 小秤的法 是你的心態而已 所以 那佛法不難 但是各位今天不厲害 念一下 戒定慧 对 我們持戒 保持禪定六念法 然後去觀修智慧 这样就對了 那你的贪嗔痴 就沒有了 贪嗔痴沒有了 現在各位在修師生法 不容易起贪嗔痴 除非你打喝水而已 因為你盡量在想這個 那你要 開始一起去练习這個 平常要保持戒定慧的生活 那戒定慧的生活 我們佛教叫 中道的生活 就是說 你用八正道來過生活 不分在家出家 用八正道來過生活 勢必解脫 但是把八正道 要來幫助眾生 那就是大乘佛教 四紅四願 那你就變成一種菩提心 所以 那重點 各位可能要 學習這個方法 練習習慣 什麼是八正道 八正道我用在任何時間 像各位今天按照八正道 有正之見 正思維 不要貪心 不要生氣 正 正業 所以你要守戒 正瑜 嘴巴守戒 正念 正精進 那就按照最后正定 你保持在智慧的狀態 禪定的狀態 或是六念 或是六念的狀態 那你這個練習好了 并不是今天才這樣 八關災 八關災 念習好 用在明天 用在後天 用在生老病死 愛恨別離 用在五著二世 那佛法 才有用 佛法不是在佛堂 才有佛法 佛法是在你的心裡面 面對 所有的生活 不離開戒定會 八正道 哪一天你的思維 又一直安住在十二因緣法 如果我起無名 那就會生老病 我要消除無名 不要照做 那你要用 當然你要練習 熟一點 熟一點 所以各位 你還是要說八關災 念習 心經的意思 八正道的意思 四聖地的意思 修行的意思 念習很熟 就像各位打麻將 你會打麻將 你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反正哪裡就會打 因為你已經練習很久了 現在技術都沒問題了 再來就是運氣好不好而已 因為你會了 就像各位會開車 你已經學會了 所以任何時間 哪一部車你都會開 簡單的說 開車就是修行 因為開車 你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對方 不要撞人 也不要被撞 那就是這個叫正念 你要保持正念 就維持好 不要讓你的心去撞到別人 也不要被撞到 不要起貪嗔痴 那你要保持這種空性 菩提心 那就是開車 就像你的時針 時針 分針 秒針 那你可以把它觀察 空性 大背心 菩提心 那你要按照時間去過生活 極點做什麼 那你要按照這個意思 你不能按照自家 不要手錶了 反正我想幾點去就幾點去 人家會罵你遲到 那你要按照空性 菩提心 大背心 早上講了 從 惭愧心 報恩心 信心 一直到 念佛的心 那你按照這樣去過你的生活 用佛法指揮你的心 然後以後你的心 自然跟佛法在一起 入法流 那你最後一定 到彼岸 這樣 所以 那靜姐來了 你兒子又要讓你生氣了 你太太又罵你了 你老公又不聽話了 那看你怎麼修 你們的 氣心 老命 抱怨 哭 那你的心就亂掉 你要拉回來 他不過 對我好 對我不好 他像演電影一樣 我的心態如何去面對這個 那這些各位叫禪修 就是說你持戒以後 那你多去練習 練習 練習什麼 你兒子死了 怎麼辦 你要練習 你現在 你這個太嚴重了 你先不要練習 先練習說 你老了 這樣 然後練習 你病了 練習 你本來很有錢 現在強迫你住工人的房間 沒有關係 你要練習習慣 有錢沒錢 那只是一個面子問題 面子算什麼 能夠念佛比較重要 那你就放下 知道吧 念佛 現在警察把你抓去關 我又沒犯罪 太好了 我想要出家都沒辦法 剛好拉去 因為你的重點在念佛了 如果你 你已經習慣慈悲心 世間的愛情 你都不重要 一個人沒有慈悲心 他就想要追求愛情 一個人去慈悲心 你去關心老人 去救命 去做焉供 那種快樂 那種乏喜 叫你去談戀愛 這太麻煩了 啰嗦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 體悟到更快樂 更有力量的快樂 更正面的快樂 你就會覺得說 談戀愛是最終快樂 有錢是最快樂的 老公跟我在一起 牽著兒子手 才是我生命的幸福 但是問題你要想想 很危險 你們三個五個在一起 終究有人會先死 會離開的 你要想清楚 那你現在愛他們 要幫助什麼 那你就要幫助他們 學佛 一方面不執著 這個才因為離開是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總會離開的 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就是智慧的思維 那你就會放下 你要幫他們是什麼 趕快念佛 所以你要多孝順媽媽 媽媽會比你早走 那現在孝順她 多跟她講佛教的故事 多幫她修功德 也告訴她 這是你對她的孝順 然後哪一天她會病 然後就死掉 離開你 然後你知道她去極樂世界 升天 哇你覺得好高興 這才是真正幫助她 幫助她 所以你慢慢就要跟她 講這些道理 那當然講這個就是說 各位要養成習慣 像我這樣在講 我沒有看稿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習慣在想這些 雖然我講得很淺 但是是重點 對我生命很有幫助 對別人生命有幫助 這個變成你的思想 這個叫政見 政見就是說 它已經 就像打針 已經打到你腦袋裡面了 你腦袋裡面想的都是因果 輪迴 空性 不會改變了 世間的誘惑 不能打擊你這個政見 所以各位要像文殊菩薩 那一隻劍 那叫政見的劍 不好的思想 就切掉 不好的思想 就粉碎它 那叫空性的 空性叫金剛波勒 可以破除一切 那些執著妄想 怕死 怕愛情 那些馬上你就把它砍斷 那個都是假的 痛苦的 你愛情來了 愛情走了 沒關係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打坐完以後 你老公跟你聊天 你有什麼體悟啊 有啊 哪一天你有小三 我都可以接送的 沒關係 你老公就開悟了 因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決心這樣做 他的緣就斷掉 如果你一直想要抓住他 加上你過去有邪因的業 你就會害他去找小三 了解嗎 但是你已經看破了 放下了 他就沒有了 因為他不找你麻煩 了解嗎 所謂你的先生可能是你的感情債主 你跟他結婚 他就跟你討債 你的兒子是你的金錢債主 你生了他 他就要跟你要錢 如果你用世間法一直跟他 他就這邊跟你討金錢債 這邊跟你討感情債 你會很痛苦 但是你改變了 你改變了以後 用一種智慧慈悲 然後他就不用跟你討債 因為你不會痛苦 他就不需要跟你討債 如果一個人知道 打你都不會痛 他就不想打你 知道吧 他知道打你會痛 他就偏要打你 因為你欠我多 我來跟你打 你給我打兩個 我給你打五個 這個就是你會把他招感過來 所以你要是改變了 然後對方就改變了 他也不會照顏 你也不會痛苦 那我這樣講 各位要多去思維 等一下我們念完 各位就要回家了 回家不要開始 都要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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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靜靜的 老佛堂打坐 慢一點回家都沒關係 去公園 然後你要保持那個思想 思想 我今天還在八觀再見 我要保持這個 我像出家人一樣 先生太太兒女 是幫我修行的助言 她會讓我愛 讓我恨 讓我知道我念頭 對不對這樣而已 那就像各位打坐 會酸會痛 他可以提醒你 念頭有沒有跑掉 如果你念頭很專心 酸痛你可以超越它 你認為它存在 會酸會痛會酸 但是你專心在 在念阿彌陀佛 它就可以超過去 哪一天你得癌症 會痛的時候 你還在念佛 痛對你來講 只是讓你更專心念佛 因為你知道它在痛 但是你念頭是在佛號上面 但是不會被痛 拉走 別人怕你死 但是你認為 死 死是去極樂世界 有什麼關係 活 活我就可以做更多善事 更累積功德 所以生跟死 對你來講 沒關係 不會那麼在乎 而且你還可以勸你兒子 媽媽你不要死 哪有不要死的媽媽 你要跟他講 兒子你也要關心你的生死 媽媽可能會死 可能會活 但是媽媽勸你 你就要面對生死 你不要每天光賺錢 談戀愛兒女 你要開始修行 你才可以解脫生死 你還可以度它 度完了 你自己再走 而且你會很莊嚴的走 很好看 所以 那這樣講各位就了解意思了 心態 當然你為了保持這個心態 多看佛經 多聽佛法 提醒你 提醒你 這樣 但是這裡面 永遠記住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任何法師 各位都可以去接近 但是如果這個法師 會引起你有 金錢上的壓力 感情上的壓力 貪嗔之煩惱 那你就不要接近 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讓你解脫 他跟你講了很多世間法 念那個經多少錢 那個多少錢 因為他沒有佛法的時候 對你就沒幫助 就是說 你不要去找一個沒有藥的醫生 來找他幹嘛 所以各位你要去 這個世界很多出家人 也都會來印尼 都會來綿蘭 台灣也是 到處都是 但是你要有分辨的能力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解脫 或是 解脫是小秤的 然後大秤的就是 大背心 普提心 空性 他有沒有跟你講 這個比較重要 他如果不能給你這個 天天打電話給你 對你很好 請你吃飯 你也不要去 因為可能你家有錢吧 他要你這個錢 功德主啊 那你就被利用了 那對你 不好 所以各位這個心態 你要修學佛法 你要清淨善知識 那你要皈依三寶 你要知道我皈依的是什麼 我皈依的不是 坦誠是地位高